有许多农民通行的秀林里光临农路 因为路面尚未封城的情况 雨天都泥泞难行 所以新地方沉寝后 立委许舒怀也积极反应县府 日前县长林明珍也在许立委 先远有好及地方各界人士 陪同下前往会堪 光临农路 这个产业道路 因为这里面的农产品这么多 到目前为止 这条路 农路 孔水鸟到A石 这次可以说 路大路 整条路都涂不过 我们这里掛香蕉 我们这里 香蕉的蛟龙 要运输香蕉 出来的灭 我们可以整条路 蒸蒸蒸 开车 塞到车就很危险 会堪过后林县长也认为 光临农路急需来做封城 提升农民进出安全 所以也表示 县府以发包工程 准备协助改善 这条路 没有空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农民 很对不起 因为这些路 早就要空 再放到现在 让这些农民 这么久也不方便 所以 我们今天来会购买 道路养务科 已经发包出了 中港典区 要将金到70万 因为 花一多钱 让我们这些农民 饮食更方便 可以方便 这是真正的夾断 鲜远油耗也感谢县长 对地方交通问题的关心 协助改善 保障能农民进出耕作的安全性 其实光临农务这边的话 其实因为道路的部分 比较 宁宁 它也比较危险 那经过林坤玉里长 以及林某里代表的陈情 那我们也跟许立伟 一起向林明珍现场反映 那 原本疫情期间 之前就要进行这边的一个施作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今天疫情一解封 现场马上 也就带着公务处处长 一起来这边 它重新再看过 也确定将近70万的经费 可以协助把它完成施作 希望大家未来 不管是采集相较 或是在 许多农作物的这个道路上 还是一个更安全 更便利 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道路 议长和正锋 肯定宪服团队的用心 也期待会看过后 光临农路能够紧述来做封城 让农民有条安全的道路 可以通行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 按许多农运